在看完碰撞的种类之后呢 我们来讨论一维的弹性碰撞它的公式 什么意思呢 今天假设我有一个质量M1的物体 以速度V1去撞击M2的物体 而M2被撞击前的速度是V2 做完之后它们各自速度变成了V1'跟V2' 那我们要导的公式就是说 未来我只要有M1 M2跟V1 V2 撞前的这些参数 我就可以直接算出撞后它们的速度会是多少 那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看 在证明过程首先这个是个弹性碰撞 那弹性碰撞它一定满足 碰撞前后的动量守恒 以及动能守恒 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去出发啦 首先第一件事情 碰撞前后的动量守恒 我所列出来的应该会是这个样子 撞前1号的动量 撞前1号的动量是M1 V1 记得要加向量 再加2号动量M2 V2 会等于碰撞之后1号的动量 M1 V1'再加M2 V2' 好那再来碰撞前后我一样要满足的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动能要守恒 那动能要守恒的话撞前的动能是 2分之1 M1 V1'再加2号动能 2分之1 M2 V2' 会等于撞后1号动能变 2分之1 M1 V1'再加2号动能 2分之1 M2 V2' 好吧那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子当作叫做第一式 下面这个叫做第二式 那一式跟二式我们处理一下 首先呢在二式这边我们先把 大家都同乘以二 把这个二分之一消掉 那接着我们做这件事情 统一号统一都把一号数值移到等号左边 二号数值移到等号右边 OK所以这样的话我从一式 我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M1乘上V1-V1'会等于M2乘上V2'-V2' 那再来二式呢一样 我一样要把一号物质的所有物理量移到等号左边 二号移到等号的右边 移完之后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M1乘上V1'-V1'平方 会等于M2乘上V2'平方-V2'平方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把这个叫做三第三式 这个叫做第四式 好要干嘛 把它上下相处 三四除以四四 把这个三四除以四四呢 上下相处 首先M2跟M2削 M1跟M1削 好那再来你看 这个V1平方-V1'平方 是不是有个平方差的公式 是不是叫V1加V1' 乘上V1-V1' 对不对 然后加向量 那右边这个V2'平方-V2'平方 1样是个平方差公式 是V2'加V2' A平方-B平方 A加B乘以 A-B 对不对 那上下相处的话 这一整项 这一项 v1-v1'是不是可以跟这个消掉 v2'-v2是不是可以跟这个消掉 所以我们从34除以44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v1加v1'会等于v2'加v2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再来做什么事情 把它做一下移向 你看我如果要求v1'的话 把v1移过来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v1'的大小应该会等于v2'加v2'减掉v1 那如果我要求v2'的话 我就把这个v2移到等号的左边去 会等于v1加v1'减v2 好吧 那有这两件事情 我只要把它带回去第一式 带回去第一式 你就可以顺利的把v1'用这个换掉 你就可以顺利找出v2'的大小 把v2'用这个换掉 v2'把它换掉 你就可以顺利得到v1的大小 好吧 那最后带回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最后的结论 最后结论是什么 以后你只要有m1跟m2撞前的速度 以及它们各自质量 你就可以直接用公式来去求 撞后它们各自的速度会变多少 一号的速度呢 撞后会变成 公式是这样 分母是m1加m2 那这边是m1-m2乘以v1 再加上m1加m2分之2m2 v2 那记得这个速度都有向量 你向量记得要加 那么撞完之后 二号物体的速度会变多少呢 这个v2'的大小就应该会变这样 我告诉你这个公式呢 它的结构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v1乘上某个数值 再加v2乘上某个数值 而这个数值呢 分母都是总质量 就是这两个物体的质量 相加 那分值呢 如果我要找v1' 这个v1前面也就用1-2的质量 那2的前面就用2m2 那今天如果我要找v2'的速度呢 1的前面也就用2m1 那2的前面也就用2的质量减掉1的质量 可以吗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在这边所要导的公式 所以以后只要你有1跟2的质量 以及1跟2的速度 你就可以套进公式 直接算出撞后各自速度是多少了 那最后我们再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我们在3 4除以4 4的时候 我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嘛 对不对 我们再把它移向一下 我怕可以把它移向成这样 v1呢 减掉v2 它会等于 v2'减掉v1' 你说 老师你讲这个东西干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有趣啊 你看哦 v1减掉v2它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张图 碰撞之前 1的速度一定比2的速度大嘛 对不对 我假设撞前 1的速度如果是15 2的速度如果是3 我问你 2号物体是不是觉得它被1号正在追上 觉得它被用 被1号用多少速度在追上 是不是15减3 是不是感觉上像12的速度在接近我 OK 所以呢 其实这个v1减v2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在碰撞之前的接近速度 而这个v2'减v1'又是什么 你看哦 撞完之后 2号速度一定比1号速度大啦 要不然你会再被追撞一次 那不合理啊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撞完之后 它的速度是16的话 然后假设1号速度是4的话 你看哦 2的速度是16 1号物体速度是4 请问1是不是觉得2在远离它 用多少速度远离它 我用4它用16 是不是感觉像是在用12的速度远离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v2'减v1'其实它在现象上的概念 它就是什么 分离速度 那这个是碰撞后的分离速度 好那 我们讲 特别讲这个东西要干什么 因为未来你可能会遇到题目说 我撞前速度是这样 撞后速度是这样 请问它是不是完全弹性碰撞 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算说 动量有没有守恒 然后动能有没有守恒 这样就麻烦了 你就要算还蛮多数字的 那如果你记得 其实如果是一维的完全弹性碰撞 我的撞前速度一定等于撞后的分离速度 那你就可以很快去判断 15跟3接近是12 4跟6分离速度是 也是12 所以它应该是个完全弹性碰撞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证明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我们把它移向之后 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在这边呢 你要记得是 第一个撞完之后各自速度是多少 那第二个在判断 是不是弹性碰撞的时候 可以用接近速度 以及分离速度来判断